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11月3日的田草赛 有两匹马值得你考虑拿来做马胆 第一匹是第六场 四班千四米的二号马元朗正应 为什么这匹马是这场赛事 值得你考虑拿来做胆 如果你去第六场实力马里看 你会看到这场是有报复的 因为艾利奥是一匹棒球马在千四 而亦都是棒的 即是说这场的报复未必快 但可能有一个中等偏慢 或者偏快点的赛事 即是说排中内档 不断懂得加速的同程实力马 特别是来自上将的 是最值得你留意的 元朗精英正是属于这一类马 上将同程跑第三 输四分之三个新位 而且是来自今季的 这次排在中档 而上将他不断懂得加速的 是一场中等偏慢一点的赛事 没断具备加速能力而跑第三 这场赛事 其实在没断这批元朗精英 是很迟才可以 扔出来望空冲刺的 即是说这批马 其实在直路大部分的时间 都没得冲 因为是没得望空 是非常之迟才能 这样都可以做一个非常强劲的没断 因此这场赛事 这个第三是值得尊重的 除此之外 如果你去所有马选择它出来 这批马 其实是一批刚刚起步的质身马 上季跑了两场 第二次跑田草千亿就立即赢了 而它赢得来的跑法 它是咬前面走 是一场快步出 是可以咬前走 而没断具备加速能力 而整个正指数 时间指数都是正的 即是说这批马 已经征服了四班 今季即是上将初跑田草千亿 就立即在没断 没有得望空的情况之下 都可以冲过第三 而今次聂马斯就强配了 就不是配杨明伦了 而配上上的骑士 布门了 即是上上的骑士布门 即是说在这场赛事 这批元朗精英排中档 它可能不需要留在这么厚 因为这批马在千亿 都可以咬住的中前位置 所以这批马如果今次 在外面咬住中前位置 而不断又懂得加速的话 今次是强配 因此在这场赛事 这批二号元朗精英 是值得你留意 以及值得你考虑 拿来做马胆 今天第二批值得你考虑 拿来做马胆的马 是第九场三班千四米的八号马 指经欢呼 这批马现时是一批 近八倍的半冷马 为什么这批半冷马 值得你拿来做马胆 如果你去第九场那里 你见到这场是有放头马的 包括短途的足缘 即是说这场相信是有捕捉的赛事 如果你再看其他的同情实力马 你会看到这场很多同情实力马的跑法 都非常相似的 即是咬前走的 包括信心星 包括潘顿的这批 也有陆续丰收 可以放头 即是说这场赛事 很多同情实力马的跑法 都是前至咬前 形成转入直路之后 这批马由于要竞争 所以他们的压力会较大 因此在这样的场合 最好就是抠中后赏的马 不是大后赏 千四米都不是泰利大后赏 最好就是中后赏的马匹 而不断具备强劲加速能力的同情实力马 当然来自上将的 这类马是最逐数的 指经欢呼 正正就是这类马 上将虽然是赢四班 但是他背的是顶绑 而且你看这场赛事 是一场中等的报处 是不是 他就在中后赏 而做到一个非常强劲的 没断指数 如果你和其他同情实力马比 他这个同情的指数 是凸了出来的 在这场赛事 在这场赛事 信心性 这一扎马都是在前面走的 那就是说 这一批的指经欢呼 转入直路之后 前面那些马在那里斗 他就可以凭着 强劲的加速力 而过这一扎马的 那记住 这一扎马不是一批四班马 他在外地已经是有战绩了 只不过他是今季 下了四班才刚刚起步 那根据跑两仗 田草千亿而生 入桥上仗 立刻就赢同情了 而今次这扎马升班 就什么磅数 轻了11磅数 就是什么较轻的磅数 在这场赛事 更加容易发挥他的加速能力 甚至在这一扎 第九场三班千四米 这扎八号的半冷马笔 指经欢呼 在这场 也是值得你考虑 拿来做半冷的马胆 好了 马胆有了 拿来做什么 当然是利用这些马胆 拖几批背脚 去买过关 例如Q过关 或者单T过关 如果你已经是值得排位计算表的用者 当然你可以参考我们这两场里面的背脚 如果你还没有值得排位计算表的话 我就建议你数一数我们的二维码 那你就可以立刻拥有值得排位计算表了 而在之前的赛事 你已经错过了非常多的 用几百元过到关 而收数钱甚至过万的机会 而在今天的赛事 千万不要错过 这两个帽子 都不知道 在这里 少年 这个帽子 尽那碗 这更大 还没需要 一圈 来 只几百元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